熱心過頭 惹禍上身 因為我高中學校是在山上 山上那個學校就很多靈異故事 我一進那個學校之後 學長學姐就常常會說 你不要去那個什麼 靠邊間的廁所 會常常因為旁邊那一排是那個 琴房 就會聽到有人在彈琴 但是看裡面是沒有人 對 然後 結果有一天我比較晚 那時候晚上我們靠近 我們一樓這邊的廁所都鎖起來了 要上的話就要去那邊 就想說趕快上完就走 反正聽到什麼東西就不要看 好 一上完要穿褲子的時候 完了 不知道有情緒 不是啦 情緒有情緒 我就聽到 就是廁所旁邊是琴房 就開始就在彈琴了 琴聲就開始這樣 因為那個琴聲實在太好聽了 我就不自覺不知道為什麼 就說不要看 然後頭就轉過去 看到裡面有一個學姐 長得很漂亮 她就是彈琴 就很正常 不像真的人 真的 然後我就想 我就走進去看了一下 還走進去了 不是 走進去 就是靠近那個玻璃窗戶去看一下 結果一看的時候突然間 我就看到後面 怎麼有一個女生穿古裝的衣服 古代的那種 戲劇科的 我就想說是在排戲嗎 還是什麼的 結果不對啊 那個感覺是有點透透的感覺 然後呢 居然看到了 我跟你講 她的手就這樣 慢慢的伸出來 伸去哪裡 靠她的脖子上面 然後這時候我就嚇到了 我就這樣拍一聲 因為我自己也嚇到了 我想說我要叫那個學姐 就說有人在妳後面 但我不知道她到底是誰 因為我也不曉得 我就拍一聲 然後那學姐也嚇一跳 她就看著我 她就把門打開來 然後一打開來 裡面只有學姐一個人 然後覺得妳怎麼了 怎麼回事 我剛剛好像看到妳裡面 有一個人在裡面 她說沒有啊 我剛剛一直在戀情 沒有別人啊 離開了之後我就覺得怪怪的 那天我就開始回家 我就開始覺得還滿噁心 就好像很像暈車一樣 就一直想吐一直想吐 我晚上睡覺就夢到那個女生 同樣的服裝 服裝 同樣的臉 同樣的畫面 但這次她是看著我 就是看著我 我完全看到看清楚她的臉 而且我被嚇行了以後 我那一個禮拜都夢到她 後來就有一天 我下課回去去開車 要從山上下去的時候 陽明山有一個轉彎 你知道那個轉彎 下去就是紅燈嗎 通常我們到那個時候 所以開始減速 我就開開開 這時候減不下來 然後踩煞車踩不住 就直接碰撞上去 撞超嚴重的 也還好沒有怎麼樣 我人一下車就一對夫妻 他們是在我前面 我撞到他們 我下車他們就問我說 你還好嗎 我說我還好 他說 那你車上那個女生 還好嗎 我說沒有 我車上沒有人 我說我剛剛一個人下車 他說沒有啊 剛剛我們下車的時候就看到 坐你後座有一個女生啊 坐在後面啊 就是頭髮長長的 她穿的蠻花花的衣服 沒有嗎 不見了嗎 怎麼這樣 這個時候我就開始有點害怕 我想就可能真的 終於未怕了 對 終於相信說有人跟著我 對 我媽說好 那不然我們就找那個老師 看是什麼狀況 一上車要發動 車發不動 怎麼發 已經修好了 奇怪 然後好不容易發動就開過去 一開到那個 就是老師 就是那個廟的廟口那邊 下車 突然間 啪啪啪啪啪 那個鎖門鎖起來 怎麼會打不開來 怎麼可能 那是鬼片的情節吧 我法力高強 我也嚇到 然後我媽媽一直唸 一直唸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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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嚇到了 怎麼會這樣 就是門怎麼派去 後來師傅自己走出來外面 拍一聲門把門打開來 他說你喔 你喔 那個 假薄啊 人家那個 就是好幾世有冤仇的 她要來就是糾纏她 穿古裝的那個女生的衣服 就跟著我那個 是她的丫鬟 然後呢 她以前呢 就是這個 這個 她懷疑她跟她的相公有一腿 所以她就把這個丫鬟 推到那個谷井裡面去 這個丫鬟就 每一次每一次都去找她 跟著她 跟著她好幾次了 她說妳已經把人家打斷了 然後現在她 她現在要來找妳啊 因為她覺得妳看得到她 她說那我到我說現在怎麼辦 對啊 對啊 沒辦法 她說沒辦法要跟妳講啊 最後結果這個女生又回去找那個女的 然後老師說我只能做到這樣 她說我沒有辦法幫那個 她說我已經幫妳了 我說那妳不要叫她回去吧 可是人家的那個還是要解 對 所以她說這個我沒有辦法 除非那個女生來問老師或幹嘛的 她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她就把那個 好不容易把她請走了 是 這個有恐怖 真的喔 好可怕喔 所以她不能太假薄 謝老師 純粹是 如果我們假設真的看到的話 我們是要假裝看不到嗎 還是 我們基本上大部分都會假裝看不到 除非對方問我們 我們才會去處理 因為類似妳像這樣子 還有很多就是幫人家 就是這樣講 她這個人就是到她朋友家串門子 然後後來酒喝完了 然後東西她就說她再去買酒 那家坐著等一下 後來她看她老婆走過去 她就覺得她老婆怎麼臉怪怪的 這個男生就覺得有點驚訝 她過去看 就門沒有鎖 一推看到她老婆正要上調 她馬上就叫她 然後把她拉下來 等到她老公回來的時候 她就說她剛才看到有一個 那個就是一直在催促她老婆 讓她老婆去上調 她老婆也說她一直聽到一個聲音 她不知道怎麼樣 就整個就沒有意思了 可是因為她破壞了她 抓交替的一個行為 所以有時候我們這個都是因為好心 那就是想要幫助人家 沒想要可能換個角度 就破壞了好兄弟 她得的好事情 所以她反過來 就變成把她的怒氣轉到我們身上